影川画廊展出玉泉、舟成和成山的作品 透过镜头在你来欣赏 台湾青年艺术家玉泉将水墨技法融入油画媒材 以字意流动的笔触和极具张力的色彩 表现塑造鲜明的个人风格 他曾旅居意大利日本创作 从花鸟系列、神兽系列到花卉系列、动物系列 月前传承水墨的绘画性、写艺的精神与书法的线条表现力 同时慢慢褪去传统的图像与符号 周成以抽象一项作品 表现色彩、空间、速度与书法构成的东方符号 同时表现他对生命、宇宙、大自然的深刻关照 创作在于书法每个当下的星星 体现无心恰恰用的宽阔思维 敢于跳脱单一风格的迷思 尽管如此 书法式的线条与大自然的意象是他作品中的一贯元素 常年投入东方美学探索与创作 纯衫在诗、书、画、印的深刻基础上 专研如何以油彩表现东方美学的内韵 发展出极具写意风格的油画作品 其构图极简、色彩触动人心 而创作内韩则根源于他对东方美学、哲学的深刻体会 激励堆叠与色彩图晕 创造出月明山静、云起泉落的明冷世界 时方新闻记者乃伊荣台北采访报道